对于即将开始的首场要逛比赛 张灵鹏也表示 上一场联赛 因为自己一张不打的红盘 导致球队长时间已少打多 消耗很多体力 希望球队这几天能呼吸好 明天也将会和球队一起打一场精彩的比赛 谈到本场比赛的对手 张灵鹏表示 广岛是一支很优秀的球队 15年的时候和他们打过比赛 这几年对他们不是很难解 听说他们在日本人口运度很大 连续两个上纪都是在前方明 其他就不是很难解 弗兰克